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为大家概要的说明 工程设计专题的评量标准 专题制作活动是一个复查心智的历程 在实际动手的过程当中 同学会运用到许多概念性与程序性的知识 并透过详尽的计划及构想 选用工具和材料来制作作品 所以评量必须透过许多方式综合的评断 各位同学在这个过程学习的成效 这里老师概要的说明我们的评量指标 第一个是同学的学习历程档案 也就是我们的测量设计工程笔记 每一周次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活动记录 包括界定问题 初步构想草图 3D的设计图 预测分析与选择方案的设计图 同学在探究实验记录相关效能的评估说明 专题制作步骤的说明 问题解决的记录 以及最佳化改善的说明 综合记录这些每一周的工程设计笔记 完成我们的学习历程档案 所占的成绩比例这里建议是40% 第二个部分是作品标准参照评量 也就是我们四个探究实验同学获得的评估数据 这些占我们成绩的30% 第三个是实作评量 同学在工作态度上工具操作与材料选用上 呈现出的学习成效占总成绩的15% 最后一个执笔测验 主要的内容是工程设计的认知评量 和车辆设计的概念知识 这部分占总成绩的15% 综合前面老师所提的评量方式 在学习表现的评量部分 我们依课纲的素养能力面向 在知识、态度、技能、统合能力方面 左半边是各位同学在新课纲 加深加广选修所规范的学习表现 右半边是我们课程所安排的学习目标 以及同学在活动当中所具体学习的能力 最后是我们整个评量项度上安排的评量方式 评量是为了协助同学了解与促进学习 厘清课程的教学目标 尤其是对工程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学习 过程当中透过评量 激发同学的学习动机 及增强同学自我的了解 作为未来大学升学的参考 接下来该要的为大家说明 在跨领域知识应用的部分 我们透过工程设计程序的学习 在设计、分析、制作、评鉴、最佳化 几个评量要项当中 我们具体的学习表现 由大家看到画面中间这一个部分 对应到跨领域知识的应用部分 大写的T代表科技 E代表工程 M代表数学 A代表艺术 S代表科学 在每个阶段当中 我们都具体的融入了许多 跨领域的整合知识应用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许多困难与挑战 都需要这样跨领域知识整合的应用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具体的体验与实践 专题制作过程 透过理解知识的应用 在真实的设计情境当中 去完成设计制作的问题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 在跨领域整合的知识应用面向 所希望同学学习的素养能力 未来同学会发现在所有的设计情境当中 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应用 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